哈 哈 大家好 很多密友在施压蜜蛋雾的过程中 可以听到小蜜各种不同的叫声 但你知道不同的声音 都是表达小蜜有着不同的虚情吗 今天我整理了一些蜜蛋雾的日常叫声 给大家普及一下蜜蛋雾叫声的含义 让你们更加了解小蜜哦 嘎嘎声 通常是从我们小蜜身上就能听到的第一个声音 让它发出这种声音的时候 就表示它有点害怕或者生气 它试图发出这个声音就是在法里下跑哦 其实它是用来保护自己 狗喘声 当它们想受到别人关注的时候 就可以像小狗一样发出弯弯的叫声 除了想引起别人的注意外 它们这种声音也可能是哭叫同伴哦 通常会在网上发出的 但这种声音是不会影响到你们的哦 嘎嘎声 当它们对物品感到相当兴奋 和高兴的时候发出的声音 通常是在它们很高兴见到你 或者想得到你的注意的时候 发出来的声音 表示友好的表现哦 嘶嘶声 通常是在遇到同伴的时候发出来的声音 如果小蜜把主人当作是自己的同伴 它也会发出这种声音 这是一个同伴之间打交哭的方式哦 嘎嘎声 如果您家里有一只自己 一只妹妹 那房子的季节到了 在你听到这个声音的16天左右 有可能你家的妹妹已经怀孕了 但是如果一起是同性的话 那就有可能它们酷生产生不和 这个声音就是准备打架的声音哦 哭泣声 这是小蜜最常发出的一种声音 小懒蜜宝宝 刚刚离开妈妈 去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 它就会发出这种声音 不过我们不需要太担心的 因为我们还有小主人的陪伴 多陪小蜜 它就会慢慢适应你的哦 吞烟声 通常是在小蜜在吃它们最爱的食物的时候 发出来的声音 如果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不妨去听听小蜜在吃东西的样子 还有聆听一下它这种声音 感觉到很自愈 满足的声音 这声音听起来 有点像小猫 微微呜呜叫的声音 因为声音很小 从唇蜜在我身上最难听到的声音 让我们耐心一点 去感受一下小蜜对你的亲密 以上是我在饰养的过程中 收集到小蜜的叫声 你们有听过更多不同的叫声吗 欢迎下方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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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